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用Home Assistant添加一个摄像头 并且显示在你的苹果的家庭APP里面 大家看我现在网页上和手机端都可以实时的显示我USB摄像头的实时画面 而且苹果上面操作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延时 我们可以把手机横过来 然后它就会全屏展示给我们看 网页端呢 我们点击网页端的这个预览的图片 也会显示实时的大图 这个图像是实时刷新的 而且清晰度很高 因为我的摄像头是1080p的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功能是移动侦测 比如说我现在移动一下我的摄像头 然后大家看 上面这个小人的图标变成跑步的图标 然后苹果手机上面提示到默认房间检测到有人在移动 移动侦测以触发 大家觉得这个功能是不是很酷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用一个USB的摄像头就可以来实现这个功能 而且配置起来十分的简单 我在我的网站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现成的脚本来安装 小白也可以成功的安装 苹果的家庭这个APP如果你要脱驴局域网使用 比如说在4G环境下也可以看的话 你需要有一台iPad作为家庭中枢 我前面有一期视频是专门介绍家庭中枢的 本期视频呢 我给大家演示用一个罗技的C920的USB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呢是普通的USB口的摄像头 它是1080P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品牌的摄像头 只要插上树莓派支持就可以 一般来讲摄像头都是支持的 树莓派上有四个USB口 我们呢随便把它插在一个USB口上就可以 而且呢它不需要固定 比如说你下一次插的话 换一些其他的口也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插到我们的树莓派上 然后给树莓派通电 好我们现在回到了电脑端 我现在呢用一个已经安装好的Home Assistant给大家演示 这个Home Assistant是安装在树莓派上的 然后呢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安装Home Assistant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如何在树莓派上安装Home Assistant 来完成这个安装 这个视频呢我就不给大家再次演示这个安装方法了 我们首先呢打开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跟着这个视频一块发出来的 介绍了一下如何实现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那些功能 其实呢已经很简单了 我把很多步骤都已经把它简化了 大家只需要简单的几步就可以实现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功能 我们首先呢要安装一个软件叫Motion Eye Motion Eye这个软件呢是用来监控你的 调用你的USB摄像头的 我们把这一句话复制下来 然后现在回到我们的树莓派上 我们把刚才那句话粘贴到这个树莓派的console里面 我们先回车 这个时候呢脚本会自动开始安装 脚本安装的过程呢大概是需要十分钟左右 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安装的步骤快进过去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需要如果你发现安装有问题的话 你可能要执行多次这个命令 有的时候它一次可能遇到错误 它中断了 它不会再继续 你要粘贴几次 然后呢直到你的安装屏幕完成的时候 跟我的屏幕大致相似就可以了 不需要完全相似 但是基本的一些完成之后的提示要是一致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 我后面会给大家推出一些更好玩的东西 订阅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 感谢观众 好了,大家如果看到你的画面跟我的大致相似的话 最后一句有一个motionite.service这样的话的话 我们的安装就算完成了 下面我们回到网站 第二步是我们打开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访问树莓派的8765端口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配置 motionite的一个配置 8765 然后这里的用户名是admin 密码留空,我们点登录 这个时候大家看上面有一行提示 是让大家设置配置一下摄像头 我们点一下 添加 这个时候它自动就把我的USB摄像头给我列出来了 如果你插了一个就是一个 如果插两个会有两个 然后后面的节目在 如果你们需要接多个USB摄像头 我再介绍 下面先用一个来演示 我点OK 点OK之后 大家看左边这个是一个配置界面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同时显示几个视频在一行 可以在一行 因为它可以接很多个摄像头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的话 我们选一就可以了 让它全屏显示 然后下面这个general setting里面有一个高级设置 我们把高级设置开关先打开 把设置移到视频设备下面 然后我们看这边有一个分辨率 我的摄像头是1080P的 但是我不需要那么高清晰度 我给它选到720P就可以了 然后帧率呢 我们调到15帧每秒 这样的话呢 会显得视频效果会好一些 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好的话 你可以按高调 反正如果调的越高 你的树莓派的负载会越高 如果你的树莓派上跑了很多东西 你可以考虑把它的设置满低调一下 我觉得15就OK了 那我们点这个按钮应用 大家注意这个画面 应用之后会变得稍微清晰一些 就是因为我们选了分辨率的结果 大家看比刚才又清晰一些 好了 这个界面我们就用不到了 我们回到我们的博客 完成第二步之后呢 我们再来配置Home Assistant Home Assistant呢 我们需要添加两个组件 一个是摄像头 一个是移动侦测感应 我们首先呢 先复制摄像头的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打开我们的XGIFT 我先清一下屏 我们用nano命令进入到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目录 我们修改configuration.vaml本件 我们把光标移到最后 我刚才粘贴的东西都贴到这里 然后我们回车之后呢 再复制下面一行 一样 还是贴到最后面 然后我们Ctrl X 然后NY 回车保存 现在呢 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树莓派 让树莓派 安装Home Assistant的一些插件 我这里敲Sudo Refuse 然后树莓派就会重新启动 我们稍等一下 它启动大概需要十几秒 启动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网页的左下角会显示连接中段正在重连 当这个提示消失之后 我们就成功的重启了 等待的时候呢 我推荐一下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转发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一定记得订阅和点赞 我们试一下 好 树莓派已经启动了 我们用PS-EF命令查看一下 这个进程已经起来了 那我们的网页应该已经恢复了 大家看网页已经恢复了 恢复了 然后我们的摄像头也成功的在这里显示了 移动侦测在这个位置 如果有画面移动 这个小人会变成一个跑步的状态 我们点一下视频 可以放大 放大图片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配置下一步 下一步呢 是我这里没有介绍 我们应该在Home Assistant里打开HomeKit 我们重新修改刚才的配置文件 nanoHome Assistant配置文件 configuration.vaml 然后我们在底下添加一行叫HomeKit 冒号 这样的话就足矣了 我们回车之后重启 重启一下Home Assistant进程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再重新启动树莓派了 如果你不会重启它的进程 你可以重启一下树莓派也是可以的 我们有Pseudo命令 Pseudo System Control 先来启动 这一次重启应该会比上一次等待的时间更久 大家看重启命令已经执行完成了 这个时候我们用ps-ef命令查看一下 这一条就是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进程 后面跟着的就是我们Home Assistant正在安装的一些东西 大家看它现在正在安装这个Python的插件 然后这后面是一些安装的参数 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只需要知道 为什么现在Home Assistant没有把界面还给我们 就是因为它在安装一些后面的进程 我们可以用上键头来重新执行这个ps-ef的命令来检查 它是否安装完成 大家看并没有安装完成 后面还在安装这个插件 所以我们给它一些时间 让它来完成安装 我们可以随时的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按上按回车就可以刷新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这里要提一下 我们所有的安装都要把你的apt元 还有pipe元都改成国内的 否则的话呢 你在安装上面会遇到一些困难 而且并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把你的安装元更换为国内 那你请看我之前一个视频 如何安装Home Assistant在树莓派或飞行N1上 那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如何把你的python元和pipe元都改为国内的元 这样的话会给你省很多时间 少走很多弯路 它还在安装 它还在安装 我会把这一段视频快进过去 好了这个插件也安装完成了 大家看python进程 我们syspython进程后面并没有其他的python进程了 我们的网页应该就已经可以用了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好了界面出来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博客 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是安装node.js 这是一个摄像头的苹果的插件 我们需要依靠这个插件来实现 在苹果手机上查看家里的摄像头 那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命令粘贴进来 然后让命令去自己执行 这个过程也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后面还是给它快进过去 好到这里呢 我们就安装完成了 我们node.js这部分就安装完成了 然后下一步呢 是修改摄像头的名称 这一步是可选的 如果你希望你的摄像头显示为 比如说卧室的摄像头 或者是客厅的摄像头 那么你要执行这条命令 然后修改里边的一些配置 我们先cd到hap这个目录下 我们ls看一下 里面有个叫camera code的文件 这个文件是我们要修改的 我们用nano命令 camera code 我们在前面加上sudo sudo nano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还是修改这两个位置 commander camera commander camera commander camera control x and y保存 这个进程不需要手动启动 因为我的脚本呢 已经做好了开机自动启动的脚本 所以大家只需要把刚才的位置修改 修改一下名称 但是修改名称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要重启一下树莓派 刚才呢我没有重启 所以呢我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现在直接用手机给大家配置看 现在呢我们回到网站 这有一个配对ID 这个ID是配摄像头的 然后呢我们再回到home assistant 通知里边呢 有一个homecat setup id 这个ID呢 是配置这个移动侦测的 homecat home assistant的homecat 可以处理这个移动侦测 但是呢它不能把这个画面直接串流到我们的手 苹果手机的home上 所以呢我们需要两个两部分 现在呢我就把手机拿出来给大家操作一下 首先呢我们还是打开我们苹果的home 在你没有添加任何配件的情况下 我们的苹果home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点添加配件 然后我选我没有代码或无法扫描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附近的设备 一个就是我们的camera 一个就是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我们首先先添加home assistant 然后为认证配件选择仍然添加 我们把这几个代码输进去 好了添加完了 手机上显示成功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完成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多了一个移动侦测的配件 在这个位置 如果有物体从摄像头前移动 这个移动侦测会被触发 它会通知你 怎么设置通知呢 我们长按这个配件 选择设置 按下拉有一个状态和通知 我们选允许通知 然后通知的时间段你可以自己设置 这里边就不再设置了 然后把通知打开之后呢 选完成 这个传感器 如果有人在摄像头前面移动的话 他就会弹出一个通知 然后下面呢 我们点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配件 我们把摄像头也添加进来 还是我没有代码或者无法扫描 我们点击这个摄像头 选择仍然添加 这个时候的code呢 我们就要从我们的网站上面设了 如果你刚才没有修改配置文件的话呢 我们还是直接用这个默认的配置就可以 默认的code 0 3 1 4 5 1 5 4 好 已经添加成功 我们只需要点完成 已经成功启动 大家看 后我的摄像头就已经正常显示了 我现在摄像头的画面 大家看左上角有个实时的图标 证明现在是实时的画面 如果现在有前面摄像头有物体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这个移动侦测也就会报警了 就跟我刚才视频最开始的情况一样了 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设置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